大家好,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今天我們就不說單字了 我就想說說小小的短句 我們學過車票的日文,租車的日文,車站的日文 我們下一步就學問路的日文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就一定會遇過 你想去一個地方,但是在Google Map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就可能需要問當地的人 那時候你跟他說英文他未必能聽得懂 因為普通的居民可能只會認識日文 尤其是你去到一些很偏僻的鄉村 如果用問路的話,就好認識幾句日文就比較好 第一個,你問路的時候 當然你要跟他說你想去哪裏 他的文型你可以用 在前面加你想去的目的地 後面加え、行きたい就可以了 え是代表移動的方向 然後行き 就是行きます 是代表去的動詞 然後たい就是想的意思 所以たい這個文型就是 masu也不要masu 然後就代表想什麼什麼的意思 除了用下去行き 你可以前面加不同的動詞 例如你想說我想吃 就可以說食べたい 食べたい 這樣用的 第二個我想說的就是 いける 以及いけない 他們的意思是可以去到 以及不可以去到的 他們都是行きます 變出來的 我們首先講一下 いける いける 是它的四段 must 形 不要masu 然後第二 就是き 轉到第四項 就是け 變成可能形 所以它會叫做 いけます 或者いける 都可以的 這個是可能形 然後いけない 在後面 轉了ない 的時候 就代表不 的意思 所以前面是可能形 它加起來的意思就是 不可以 這樣 那這裡呢 也可以配上去其他動詞用的 例如你想說可以寫 以及不可以寫 かきます かきます 是寫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轉成第四段 就是かけます 或者かける 就是可以寫 能夠寫 或者是かけない かけない 就是代表不可以寫的 那剛剛以上就講了兩個文型 第一個是かい 第二個是可能形 我們學一些短句 不要再學這個文型 因為學這個動詞的種類 都挺痛苦的 我們簡單地學一些 關於旅行可以用的短句 那第三個呢 我想說的呢 就是以下這個 どろ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どろ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那整句中文的意思 大概花費多少時間 どろくらい就是how long 有幾長的意思 然後かかります 是可以用到金錢 或者時間上的 他的意思是代表花費 那你除了可以問他 要花費多久去到那裡 之餘呢 你可以問他 究竟是距離多遠的 距離的日文是 curry curry 然後你加個wa 在後邊 currywa currywa 那你就大概可以知道 你想去的目的地呢 是距離多遠呢 好 最後一個要講的呢 就是你去問路 你當然是想他教你怎樣去那個地方 那整句日文呢 你可以怎樣說呢 ここへ行く方法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ここへ行く方法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好 那大家看到這句話好像很長 但一點都不可怕的 因為它是很簡單很簡單的文言 來的 首先呢第一個 ここへ ここ就是你指著這裡給他看 え呢 是一個坐詞 代表移動的方向的意思 行く方法 就是去的方法 然後 教えてください 大家應該很熟 就是請你教我 請你告訴我 請你告訴我 好 那你有時問人家路的時候 是因為你想去那個地方 那也有些人會嘗試靠自己的力量去找的 但如果你去到一些很癖的地方 你真的 因為他們的地方都差不多 你真的完全找不到 就迷路了 那你遇到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講一下這句話 迷路嗎 迷路嗎 剛剛那句是迷路的意思 如果你有時真的當失了路 剛好看到一個人 你就可以跟他講這句話 然後看他能不能帶你回到一些大馬路 或者商場的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今天的問路篇有點長 因為有很多句都很想分享給大家聽 那希望大家迷路的時候 最好不要迷路 但如果真的這麼不幸迷路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 又或者在Google Map幫不到你的時候 以上這幾句話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Like我的IG和Facebook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